你好,翻新的成本到时候我单独给您算 我是Chris刘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看这个房子的样子 首先这个房子在小区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位置 从外观看保养的是不错的 穿过了这个前院就到了它的双开门的这样的一个大门 但是屋内的情况可能有不同 首先一进来咱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大条高 有一个楼梯是这种旋转式的上楼 这边的地毯非常的旧,这个肯定不能要了 而且这个墙呢,有的地方已经变了颜色了 所以整个这个墙也是需要再粉刷的 这块地砖呢,还有这个大客厅里的地砖 它都是不同年代铺的 这个看起来是很新的 但是为了协调统一,可能这个也要整体的去换掉 它这个厨房是比较糟糕的 它的这个电器啊,橱柜呢 视频里看着还行 但实际上这个都不能用了 这里是有烟岛通向室外的 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你看它这个老古董的这种抽油烟机 现在都见不到了 这个至少差不多在30年以前的了 房子的采光很好 而且这个大窗户特别的漂亮 这里呢,还有一个两扇的推拉门 它这个院子很大,后面没有遮挡 这个方向是可以看到就是国庆的那种烟火的 这个院子的方向呢,是朝北的 夏天应该还是很舒服的 加州这边阳光强嘛 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一整天都有阳光直射 而且这个景色可以看很远 今天天气有点阴 现在呢,咱们回到室内 这边呢,也是可以到厨房 还有到这个客厅里面去的 咱们看一下一楼的卧室和浴室 这个浴室基本上就是 八九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了 这边的卧室 这墙壁都很脏 洗衣房可以通到外面 有水盆的 这都得换 车库是这样三车位的这样的一个车库 它这个water heater也十年了 现在呢,咱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它这房子里装了很多镜子 这个楼梯底下还有灯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大主卧 这个大窗蛮漂亮的 早晨起床看到这种景色会很棒 这边呢,是主卧的卫生间 这种贴画的柜子现在根本见不到了 在二楼呢,它是有三间这样的卧室 一个主卧,两个次卧 这些次卧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状况 还有的贴的壁纸 这里还有一个厅 整个呢,比较麻烦的就是三个卫生间 加一个厨房 其他的地方推起来应该是很快的 这个就是房子的样子 这就是房子的卧生间